启示录第十三章 我又看见一个兽 从海中上 有十脚七头 在十脚上带着十个官民 七头上有亵渎的笔号 我所看见的兽 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又拜那龙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 也拜兽说 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他交战呢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 并他的账目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 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 制服各族 各民 各方 各国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拜他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掳掠人的必备掳掠 用刀杀人的必备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 就是在此 我又看见 另有一个兽 从地中上来 有两脚 如同羊羔 说话好像龙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 施行头一个兽 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地 和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死伤 医好的头一个兽 又行大骑士 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他因赐给他权柄 在兽面前能行歧视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说 要给那受刀伤 还活着的兽 做个像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叫兽相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 不拜兽相的人 都被杀害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 贫富 自主的 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 或是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印记 有了兽名 或有兽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在这里 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 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它的数目 是666 是6 有兽名的 是6 有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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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